中国区公所在一楼中庭发放白米 中秋佳节即将到来 为了让弱势家庭能够安心的过节 也同时表达一份社会的关怀 区公所向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 申请了6万2000公斤的白米 发放给公所列测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 及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 以及弱势儿童少年生活辅助家庭的民众 每户发放10公斤的白米 在8月23号24号两天 在中和区公所及举西市民活动中心 和秀丰市民活动中心等三处同步发放 符合资格的民众要记得携带通知单 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领取 针对我们中和区 那领五大生活津贴的 总共有8000多位我们的乡亲 我们来照顾来服务 所以每个在今天23号到明天24号 除了我们公所以外 在我们举西洪中心 秀丰口中心都可以就近五号来申请 民众如果无法在8月23号 到月底在公所一楼上午下午都可以来领取 我希望说我们中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区 那大家都对我们这些弱势的 都在这个中和佳节一起来送软 这一次发放白米区公所还动员了后备军人辅导中心 及志愿服务队和公所同仁 以及举西社区 尖山脚社区和壁湖社区 也有200位的人员共同协助白米的发放及搬运 一起为社区服务及关怀在地弱势 那今天我们总共动员了8位干部出来协助 那从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 为期大概8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几乎每一次的这种发放白米这种所谓的爱心活动 我们都会参与 区公所希望借此能够发挥抛砖引玉的效果 让更多人更多的团体加入关怀弱势的行列 将这份爱能够延续散播到中和各角落 中佳新闻卢秀娟 刘安静 新北市中和区长报道 新北市中和区长报道